新竹县长杨文科县政顾问宣明志与AI智慧园区四家厂商代表 共同启动AI招商成果LED开幕球 县长杨文科重申老中亲幼通通照顾的施政目标 也表示AI智慧园区规划8.06公顷的产业专用区 以核准智邦科技 伪创自通 翼龙电子及浦生等四家大厂进驻 渴望带来4000个工作机会 年产值超过1000亿元 将进驻AI智慧园区的智邦科技董事长郭飞龙表示 因扩厂需要 从南到北找寻土地 感谢新竹县政顾问宣明志董事长的引荐 翼龙电子也表示 三年内将投资32亿元 布局5G基地台 AI IoT三个产品线 我们投资的应用最主要 第一个是5G 那是5G的基地台 那第二个是AI 而且是边缘运算的AI 包括应用在智慧交通 智慧医疗各方面的一些应用 那最后就是IoT 所以这是我们主要的三个产品线 共同一起进驻到这个AI智慧园区 那以一个这个创新的模式结伴而行 希望打造一个小而美 小而精实 而且能够跟地方的经济和地方的财富 密切结合的一种发展模式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尝试 县长杨文科也说 新竹县一直缺手的焚化炉和生命纪念园区 也有重大突破 焚化炉也决定在明年开始正式的动工新建 那第三个支建是我们的生命礼仪园区 也已经取得这个土地 马上要开始规划设计新建施工 多位乡镇市长和县议员也参与就职两周年记者会 县长杨文科表示感谢县府议会公所三方团结一心紧密合作 带动新竹县的发展与进步 新唐人也在电视林秋霞 他们新竹采访报道